他將黃色的紗變白,增加了一級 那樣的話,就把黃色的紗,經過了橙色的濾鏡後就變成白色,光度就會增加一起 拍攝的時候,就減低一度光圓,減低一度光 然後在春飛林的時候,加中30%的時間,又將光差提高一級 就說拍黑暗的時候,是要減低一度光圓,然後沖洗的時候,加30%的時間 加30%的沖洗時間,那樣就要加高一度 好,我們現在就講靈魂動物 那現在梅老師講一下怎麼拍靈魂動物 如果不想握這個曝光呢,你進去靈魂谷裡面拍 拍了一天都好,回來看兩三張,可以看得下的 如果大家沒有足夠的知識進靈魂谷的話 可能拍一天下來只有兩三張,能夠比較好 所以要學習 第八級呢,就是完全白的 設第八級為全白 第五級呢,就是中規 中規就是18%的反射率 中規就是18%的反射率,就是跟那個灰板設置是差不多的 那麼我們在岩洞裡面呢,就是很難想到將來那種想出來的時候呢 哪個地方是第五級的 在岩洞裡面,實際上大家很難判斷 最後成像的哪一個地方是18%的那個灰盾 但是很容易呢,找到最光的地方 但是非常容易找到最亮的地方 那麼我們找到最亮的地方呢 還有些少許層次 就是正圓這個地方 那即便是最亮的地方 你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層次 就好像美老師現在指的那個地方一樣 這個地方呢,完全是沒有層次的 沒有的 那個地方,就是剛才美老師指的那個地方 是完全沒有層次,就特別亮的 這裡呢,就有多少層次呢 我們可以叫它做第七級半 第八級呢,完全沒有層次的 那那個地方就是第八級,就完全沒有層次 那麼旁邊一點,稍微有一點層次 但是還是很亮的地方 我們說它是7.5級 我們用照相機的1.7光呢 在哪些地方 沒有層次師了